击打州务大臣拿都斯里莫哈默·沙努西 当年只是寄计无名的一党基层党员 在活动上充当摄影师 如今凭着一己之力成功攀上大臣之位 沙努西在面子书上传一段旧视频 画面显示他当年在一场一党活动上 拿着相机充当摄影 负责拍摄现场的照片 除此之外 当时站在沙努西旁边的一名观众 竟然是玻璃市州务大臣苏克里 不过两人当时并不是党内的重要领袖 只是基层党员而已 沙努西也在贴文中分享当摄影师的心得 只拍照时必须平衡几个元素 包括光圈、快门读数、ISO感光值以及构图 才能拍出一张吸引人的照片 他说只有把这些元素安排好 才能让照片变得更精彩 而不是对现有的东西感到安逸 这也区分了一名摄影师和相机主人的不同之处 沙努西说 我们控制器材而不是器材控制我们 有网民指这段视频是在2017年 在登加楼一场一党活动上拍摄的 有关视频也引来大批网民称赞沙努西和苏克里 都是从基层做起 如今逐步成为一周领袖 也有网民指沙努西以前手持相机 现在则手持一个周 未来可能扛下国家 祈祷对方有朝一日成为首相 谢谢大家